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杠机长 前几天我做了一期视频是关于自动挡车驾驶技巧和注意事项 那么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还有私信 因为他们的车是手动挡车 问我一些关于手动挡车的驾驶技巧和注意事项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总结了6点手动挡车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下面我来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开手动挡车的时候 在换挡的时候经常是离合器没有踩到底 这样在换挡的时候变动箱里的齿轮经常打齿 这样时间长了会损坏变动箱 减少变动箱的使用寿命 造成离合器分离不彻底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座椅调整的位置是否合适 是否座椅调的太过于靠后 这样坐椅调靠后我们脚伸直了以后 这个离合器还没有到完全的分离点 这个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就是我们的离合器线 是不是调整的不合适 虽然说是踩到底了 但是没有完全把离合器给它拉开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离合器在使用的时候 离合器片可能因为你的操作不当 造成离合器片的磨损 使离合器片的磨损过薄 所以分离效果不好 这是几点原因 第二点是很多新手司机 在驾驶手动挡车的时候因为操作不够熟练 它的左脚是经常踩在这个离合器的上面 使离合器长期处于这种半联动的状态 那么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长时间使离合器处于这个半联动的状态 会严重的磨损离合器主件 减少离合器的使用寿命 第三点是 在车辆没有完全停稳的情况下 就将档位挂入倒档 那么这样会产生变动箱耳丸 会发生打尺情况 时间差了会把变动箱耳丸的尺罐进行磨损 那么就造成咬合不够彻底 时间差了就会发生掉档情况 一旦发生掉档情况 这个时候就应该维修变动箱了 所以这个车辆没有停稳 就挂入倒档 这个习惯是特别使害变动箱的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手动挡车在车辆不停稳的时候 就挂入倒档的危害性 第四点就是 我们在开手动挡车的时候 在进行急刹车的时候 有的人就习惯的是不踩力革器 还是按照自动挡车习惯来开 这个操作是错误的 我们先不说在急刹车的时候 不踩力革器对我们车的传动系统有损害 那么就从安全方面来说 它跟这个自动挡车的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在急刹车的时候 如果脚如果要是误查到油门 把油门来当刹车 这个时候如果不踩力革器把动力给切开的话 车辆还是往前会运动的 那么这样一样它也会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急刹车的时候 交降成习惯 两个脚 左脚离合器 又有刹车 同时踩圆形 很多的新手司机 在开手动挡车的时候 关键上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就是在超车的时候 档位加得越高 这个时候车速是越快 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在超车的时候 档位越高 那么我们这个车的这个扭矩呢 就会变得越小 提速就越慢 正确的方法是 我们超车的时候呢 降一个档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大油门在超车 这样的用大扭矩 来把车速的快速能提起来 车速提了以后 我们再进加档 这样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六点就是关于空档滑行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呢 有一个误区 就认为这个手动挡车 在空档滑行的时候呢 比较省油 但是呢 却忽略了这个安全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这个雨雪天气 路面比较湿滑的情况下 如果采用空档滑行的时候 那么发动机呢 对我们车辆呢 就失去了这种突转的这个自动性 那么呢 这个车辆呢 就不容易很快的能停住 如果单纯靠刹车的话 在这个试发路面呢 很容易失控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尽量不要空档滑行 以上我分享的这六点 手动挡车的驾驶技巧和注意事项 虽然说不够全面 但是呢 我认为呢 这是对驾驶手动挡车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朋友们能好看一看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和大家就非常热烈 喜欢的朋友呢 给我点赞转发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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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